您知道淡水河上有一座神秘的台北岛吗 日前有外送员接获来自台北岛上的饮料订单 很多人才知道原来淡水河上有一座台北岛 而且还有民众在岛上耕作 这些民众从哪里来 岛上生活又是什么样貌 令外界感到好奇 热情追踪带您一探究竟 中心桥上摩托车一辆接着一辆呼啸而过 骑车经过骑士们是否曾发现 桥下有一大片沙粥 律意盎然 有一名外送员接获饮料订单 地点就来自这座岛上 但河中央的沙粥上怎么会有人 又该如何将饮料送达 外送员满腹疑问 外送订单的备注栏上 客户写着点餐地点台北岛 河边有一台水上摩托车 万一上锁了请划船过来 对一般外送员来说 这种高难度的送餐任务 不一定会接 因为太远了 不符合那个成本 因为你送过去的时间 我说送过去的时间 如果我跑别人 我可能跑台北市 我可能送那一单的时候 我会送两单 最后到底有没有将饮料送到客户手上 不得而知 当事人只在脸书上分享过程 并没交代故事结局 但是就连临近沙洲的饮料店 地人都没听过台北岛这个地方 即便台北岛近在眼前 也不知道该如何登岛外送 基本上不太会 因为没有办法进去到他说的那个地方 对 那如果说他愿意到桥的这一面 那其实他离我们很近啊 想要登上这座神秘岛 其实不必大费周章 不需要划船或骑水上摩托车 只要走上中心桥 在台北市通往三重方向的机车引道上 中央有一处长长的阶梯往下走 就能直通台北岛 在原在里面 你方便带我去看吗 你是每天来吗 我就帮忙家里弄一下 然后等一下要去算办 岛上有没有岛民 而这些岛上的民众从哪里来 在岛上从事什么样的活动 令外界感到好奇 实际深入追踪拍摄台北岛 就在入口处我们遇到一位民众 他带着我们往里头走 来到他的父母 位在台北岛上的菜园 他的母亲黄欣怡顶着烈日弯下腰 用手拨开一片片菜叶 正在寻找叶片底下 有没有成熟的冬瓜可以采收 变白色的它就可以采了 像这个小的这还 这刚生出来没有多久 黄欣怡的丈夫则在一旁忙着清除杂草 夫妻俩每日固定来菜园两趟 采收后送到批发市场卖 去哪里锅脚菜 黄欣怡家住板桥 年轻时就和先生向人租地种菜 到市场贩售 十多年前在朋友介绍下 向台北岛上的地主 成租大片土地 种植多样蔬果 有香蕉 有木瓜 有南瓜 冬瓜 还有这些杂菜 都快十年了 他们都做文章了 台北岛上土壤相当肥沃 栽种出来的蔬果应有尽有 但毕竟农民靠天吃饭 尤其要在台北岛上耕作 维持生计 需承担的风险比想象中还要多 四年没有做水栽了 四年前怎样 本来每年都 有时候一年做两处 来这里种就是这样 这就是很 像赌博一样 为什么 没有来就是赚的 就像农民说的 选择在这里耕作 就得赌一把 遇到台风洪水或水库泄洪 将整个沙洲淹没 心血可能一夕化为乌有 水退后一切从头开始 烟掉它会退 一两天就会退掉 我们就要开始忙了 重新再整理 菜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离开这处农地再往前走 放眼望去有大大小小菜园 有些用篱笆围住 有的则是开放式空间 这个媲美市民农员的台北岛 其实有个正式名称叫做中兴新州 位在中兴桥和中孝桥之间的淡水河上 面积大约11万5000平方公尺 相当于34000多平 截至2020年7月为止 岛上共有22位地主 另外有6笔公有土地 在地理位置上被划入新北市三重区 由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委托新北市政府代管 但也因为他位在河川区域内 受水利法和河川管理法规范 若想在岛上做点什么或改变什么 恐怕无法随心所欲 在水利法78条 它有一个有七项的限制行为 那其中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在意的 就是所谓的不能有新盖工厂或是房屋 就换一只不能有人居住 根据水利法78条和78条之一的规定 河川区域内不能建造工厂或房屋 如果要盖石桌或石椅等休闲设施 也不能超过90公分高 只能种种菜 但种类仅限于50公分以下的低筋作物 水利署它有搬行一个 河川区域内的种植规定 只要符合那些规定的种植就可以了 但是要首先还是要 不管是公有地或私有地 都要经过管理机关来申请许可 想要了解岛上人们的生活日常 我们继续深入探索 发现岛上有些是业余耕作者 以兴趣为考量 但也有不少人是专业农夫 像是这户黄信仁家 从阿公时代就在这里务农 我们小孩的时候就在这种 因为山重过来的话 看水流 潮水 潮水没有涨潮的时候 用钢 从山重可以走过来 黄茂雄告诉我们民国四十几年 他就常跟着父亲来到岛上种菜 长大后有自己的工作 直到退休后才到岛上种种菜 打发时间 女儿黄穹慧原本在工厂上班 提前退休和爸妈一起在岛上 当起都市农夫 退休了之后 然后因为家里一点艺术 我也没有办法 我要雇小孩子 没有办法出来找工作 然后刚好爸爸妈妈再种这个 原本他们只是种给自家人吃 多余的农作物分享给左邻幼社 渐渐地才开始摆摊贩售 自己种自己吃 然后多余的就请跟左邻幼社分享 然后分享大家认为说 都吃我们免费的菜不好意思 然后就叫我们拿一点 要卖给他们 结束一天工作 农民通常会用手推车或骑机车 把一袋袋蔬果 再到岛上的唯一出入口 再一步步爬着楼梯 被这满满收成离开 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台北岛 特殊的田园生活 成了台北都会区的另类风景